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Aso Store最近發表的機器裡面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們居然推出了6倍的機種 因為他們家以往桌上型只有2480 這是四個選項 沒想到這次居然推出了6倍 而且設計語言都沒有變 完全就是原本4倍那個版本的加寬版 這次Aso Store推出AS67的三台機器 而這次CPU的升級或許大多數的開箱和評測 會著重在效能的部分 的確,這個CPU相較上一代的J4125這一顆處理器 華雲官方宣傳N5105的效能提升了31% 那也的確,N5105它是10奈米的製程 相較於上一代J4125的萬年14奈米來說 的確是不小的提升 那我覺得N5105這一代處理器蠻大的進步 還有在PCIe還有在影像處理方面的提升 甚至升級到PCIe Gen3 那在硬體發揮上就會有更多可以實現的玩法了 此外內建顯示晶片也有升級 光是執行單元就從12EU反倍到20EU 就已經很可觀了,時蠻還有成長 所以在比較吃重GPU的應用來說 例如4K影像的播放就可以感覺到更流暢 同樣具備HDMI的影像輸出 支援HDMI2.0 也支援4K60Hz的影像畫面 簡單來說就大家平常 如果想要接客廳的電視或是桌上的電腦都是可以的 操作也更貼近大眾的使用習慣 記憶體受惠於CPU的升級 AS67現在已經支援到DDR4 2933MHz 記憶體的時脈也有所提高 而且記憶體的容量上限 也由原本的8GB提高到16GB 2倍4倍分別搭載了一條4G的Sodium 有趣的是原廠搭配的記憶體是 4G3200MHz 我想應該是因為目前市面上3200MHz的比較好買吧 最高階的6倍則是直接給了單條8GB 這樣就蠻方便,之後直接攻頂16GB了 之前華雲的新機種上市我印象都有大概 一個限時減2000的開賣優惠 不過這次好像就沒有這個活動 但是目前的話他們有一個新品上市的活動 詳細可以看他們的介紹 簡單來說就是你參加他們的活動 然後符合資格以後 原廠就會等於幫你把記憶體Double上去 整體來說價格相較上一代AS66系列 以4倍來說大概是漲價了2000塊 但我覺得蠻划算的 完全是把AS66系列比下去了 首先是CPU升級的效能提升 再來是記憶體參加活動基本上也是大放送了 還有4個M.2的安裝空間 以及可以作為TankyNuts升級的可能性 那我覺得2000塊有這3加1個優點 相較上一代來說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在硬碟方面這次我搭配的是兩顆頭緒拔的N300硬碟 單顆8TB總共兩顆16TB 最近有注意到N300歐爾特價 尤其是8TB以上的款式都有一陣一陣很殺的價格 殺下來之後單價都跟8TB差不多了 那現在頭緒拔的粉絲專頁也有抽獎活動 我會把連結放在影片下方 到活動貼文完成指定要求然後tag好友 就可以參加這次外接硬碟的抽獎活動 那我這次搭配的N300它作為主打NAS的專用硬碟 有三年原廠保固 而且採用比較符合NAS長時間使用 寫入比較頻繁的CRM技術 總之呢CMR的技術用在NAS上面 長久使用下來效能和速度是比較穩定的 而SMR的硬碟我通常會比較願意用在桌機上面存下載的資料 但在NAS上我一定會優先選擇像N300這樣的CMR的HARD DISC 除此之外 N300相較一般消費級的硬碟也會有一些感應的Sensor 當NAS裝入多顆硬碟的時候 硬碟運作就會產生一些共振 剛剛提到的Sensor像是RV旋轉震動感應器 就可以彌補減少震動造成的影響 也能提高穩定性和效能 這些都是NAS的硬碟會比較貴 但是可靠性安全性更高的地方 那麼看到實際組裝起來的效能測試 這次在Also Store AS670耳機 這台2倍的NAS上安裝兩顆N300 兩顆組成RAID0的話 這樣就有16TB的空間 實際組完大概是14.55TB 透過單個2.5GB的網路連接到電腦 掛載磁列機測速 在BlendMagic中可以達到寫入233.7MB 讀取更是達到274.5MB 以ASIA測速4GB的檔案 寫入180MB讀取240MB 調整為64GB較大的檔案 讀寫都穩定在220MB到230MB之間 而AS67這個新系列 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每一台都支援了4條M.2 而且是出廠就隨機搭載的擴充卡 當然我想你也留意到 它跟我們常見的PCIe Gen3百幅不同 這4條SSD它是共用了PCIe Gen3百萬的頻寬 所以理論上速度上限大概就是1000MB左右 這點我們就會回頭去講前面PCIe頻寬這件事 要知道上一代還是PCIe Gen2喔 所以現在升級到PCIe Gen3已經是很大的幸福了 那為什麼不分配更多的PCIe給SSD呢 因為NAS上面還有其他功能也會佔掉PCIe嘛 像是下面的SATA的硬碟槽 還有這兩個網路 還有USB 其實這些都會去佔用到這些頻寬 所以4條SSD更大的功能 我覺得是在插槽和容量上面的提升 相較上一代S66系列的兩個M.2來說 4個就已經是翻倍了 M.2不管是作為Catch還是單獨的Volume都是可以的 1000MB的速度也基本上能夠滿足兩個2.5GB同時去使用了 退一步來說 如果是要追求速度更快的M.2使用感受 我平常唯一會可以想到的使用場景 大概就是兩條SSD之間的資料互存的啦 那這個轉接板上面它是沒有任何晶片的 就是單純拉線而已 所以沒有特別的設定的話 你單純把這個卡拿到一般桌機上面的PCIe插的話 基本上它是不會動的 那我覺得不錯的是 板子上面它有清楚標示每條SSD的編號 不要小看這個細節喔 這個對於未來辨識上是非常有幫助的 還有M.2它採用的是免螺絲的設計 這對於最近拆裝M.2到麻痹的我來說 無疑是一種救贖 另外這次規格很酷的就是 這4條M.2的擴充卡功能 如果你願意割捨 還可以再選擇架構一張Tengi的網卡 價格是3399 喔那講到價格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有沒有發現 這個AS67系列他們有一個新的價格改變 以前華雲的機種他們的定價尾數大概都是90 或是什麼990之類的 這次呢好像全部都改成80了耶 好那我們講回網卡 這個只要DIY卸下M.2轉接卡和支架 就可以換成Tengi網卡 而由於機身上的擋板寬度是特殊規格 因此你購買了這個網卡之後 它有附上專用的擋板 所以理論上如果你買其他AQC107方案的Tengi網卡 應該也是可以裝 只是你就沒有這個專門的擋板可以用了 當然最可惜的還是與羽雄掌不可兼得 你必須在四條SSD和Tengi之間做一個選擇 不能任性的說我全都要 這這個硬體規格本身的限制 也是平價等級的NAS難以兩全的地方 那以選購的層面來說 像我這樣比較進階的創作者 我們在選購NAS的時候 我建議就直接上Tengi了 AS67呢理論上有就已經可以達到這一點 例如下面四槽六槽就可以裝滿硬碟或是固態硬碟 配合上Redling或是分割成兩個Volume 那麼同時去跑Tengi和2.5G 效果應該都不錯 那可惜我們目前手上沒有那麼多顆硬碟跟固態硬碟啦 所以希望之後我們也可以來做做看這種測試 那以入門的創作者來說 我覺得就不需要特別去改Tengi啦 因為AS67的雙2.5G也是非常夠用好用了 因為Tengi的設備其實也是一個不小的投資 那目前呢2.5G可以為你省下非常多的錢 那省下的錢就可以趁特價的時候買大容量的 頭緒把N300的硬碟就比較划算 那手上這一台AS6702T它的電源是外置的設計 外置是一顆65W的台大電的電源 那我會比較喜歡內置電源的設計啦 那內部空間更大的6倍 AS6706T當然也就是內置電源的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滑原是不錯的 相較AS66來說 比較明顯的縮水大概就是USB-A的數量 從3個縮減到2個 不過速度是從USB3.2 Gen1的5G 翻倍升級到USB3.2 Gen2 10G 像我這樣手上有很多10G的外界SSD備份來說 就不會像以前一樣卡在那個5G的USB 所以其實也是可以更發揮所長的 當然這種情況就是如果你要接更多的鍵盤滑鼠 或者很多的隨身碟的時候 那USB Hub的使用就是不可或缺的了 在安全性方面經過之前一連串的風波 滑原也做了一些加強 例如在第一次進入系統時就有一連串提醒怎樣做好基本防護 雖然做好這些也不代表說你一定就不會被攻擊啦 但是可以看得出在這上方面華語已經有做一些升級了 桌面上有一個APP叫做Dr.ArsoulStore 它能夠加強安全掃描 使用者可以看看有哪些基本的安全設定還沒有完成 它做的有點像是解任務遊戲的感覺 對使用者來說可以算是蠻有趣的 所以系統目前搭載的是ADM4.1 相較上一個版本增加了SMB3多重通道 可以讓網路傳輸更快 總結來說 這次全系列都具備了M.2的擴充卡真的是蠻厲害的 還有外觀最明顯的全新6倍 6加4就有等於是10個磁碟安裝空間了 可以升級Tenkey網路的4倍和6倍 是我認為進階創作者可以考慮AS67的重要指標 而不管是AS65還是AS71的下一代 我都非常期待它們也能夠用上4條M.2 並且藉由採用更高階的CPU 可以提供更豐沛的頻寬 讓能夠有更快速的M.2 SSD 以及兩個Tenkey的頂級規格 不然我覺得AS67的推出不只讓AS66相形見處 連自家的AS65跟AS67都有點被打到的呢 以上就是這次我們對華雲AS67系列的觀點 要請您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